來自世界20個最大經濟體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說 他們已經同意採取迅速行動解決歐洲債務危機 在巴黎舉行的今次會議星期六結束 經過兩日討論,法國財長巴胡安宣布 歐元區將會在10月23日在巴塞爾舉行的歐盟理事會會議上 最後敲定行動計劃 巴胡安說各國財長正在果斷行動以維持金融穩定 並且防止再次陷入全球衰退 美國財長蓋特納對記者說 他對歐盟制定解決危機的綜合計劃的最新舉動感到鼓舞 華盛頓之前曾批評歐盟領袖缺乏果斷行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警告 發達經濟體的疲弱正在開始影響新興國家 削減希臘債務對一個更可持續的水平 正成為解決歐元區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 20國集團首腦計劃將會在下個月的康城峰會上 最後通過該計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